一道冷剑冲着苏清冉面门而来,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已经被身边的男人扯了过去。 随着冷剑狠狠插入石壁,原本崎岖的地方竟然开始塌陷。 君清涵踩的地方直接整块沉了下去,一时间仿佛天旋地转。 带着别动。 君清涵将手中的夜明珠塞给苏清冉,一把将人推开,却没有料到他的大手被苏清冉死死握住。 苏清冉抓得吃力,小脸皱成了一团。 快松手! 我不要! 苏清冉咬牙,他知道这个男人是打算自己下去冒险。 我掉下去没事,你快放开! 自己在上面,会害怕。 苏清冉感觉自己抓着的大手一点点松开,他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君清涵心里顿时一软,握紧了苏清冉的小手,将他拉了下来。 报出本王! 下一瞬,苏清冉所在的地方也整个崩塌,四周全部陷入了漆黑的深渊,他直接随着君清涵一同坠落了下去。 他不知道掉下去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下面会有什么危险。 他只知道,不论下面有多深又会有什么危险,他都要陪着他一起。 施重感骤然传来,苏清冉下意识抱紧了君清涵的脖子,他身上淡淡的梨花香,在这个阴气森森的山洞里是唯一让他安心的气息。 不知下落了多久,腐臭的气息越来越重,一股脑子灌入了二人鼻息。 听着耳边石头落地的声音,君清涵一把将苏清冉打横抱起,靠近石壁抬手攀着,放缓了下落速度。 双脚落地后,君清涵借着夜明珠的微光,打亮了一眼四周,将苏清冉放下。 随着他们一起落地的还有上面的石头,砸起了一阵灰尘,整个山洞内顿时一阵尘土飞扬。 苏清冉知道,君清涵闻不得呛人的气息,忙取了帕子递过去。 君清涵看着他担心的模样,微微一致,抬手从他手中接过帕子,掩住了口鼻。 大手紧紧裹住他的,带着苏清冉向前走。 刚走不久,随着啪哒一声,苏清冉顿时感觉到一抹湿滑阴寒的触感,在他脖颈处传来。 身子僵硬了一下,垂眸看去,就见一只拇指粗的蟹纹蛇,对着他的玉颈张开了大嘴,露出了森寒疗雅。 蛇,有蛇! 苏清冉愣了下,下意识抬手,将脖颈处的毒蛇扯路。 然而,他没想到这条细纹蛇却死死地缠住了他的手腕,再一次露出了疗雅。 苏清冉眼前闪过一抹酱子的衣袖,缠在他手上的细纹蛇就已经咬上了君清涵的手腕。 这一切不过是瞬息的功夫,快到苏清冉措手不及。 君清涵抬手,将细纹蛇扯成两截。 这是启尸人肉的阴蛇,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会有死人。这里一定有他们的尸骨。 怎么样,我看看你的伤。 苏清冉顿时慌了起来,哪里还顾得上寻找尸骨。 我没事,阴蛇的毒发作比较慢,只要在六个时辰内解毒就没事了。 那我们赶紧去二王府,找白领解毒。 我们这一趟不能白来,你拿着夜明珠去找尸骨,我在这里等你。 你,你,怕吗? 君清涵说完不确定地问了句,苏清冉从他的话中嗅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 他狠狠拧起眉头。 你没骗我?君清涵点点头。 去吧。 苏清冉抿了抿唇,咬牙走开。 他走后,君清涵立即封了自己周深大学,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的确没有骗他,银蛇的毒不会短时间内致命,但是一旦中毒就浑身无力,很快陷入昏迷。 而且,银蛇蛇毒的解药十分难寻。 苏清冉走了两步,心中的不安越来越盛,转身扫了眼那么奇长的身影,却发现他已经倒在了地上。 心弦一惊,他匆忙跑了回去。 君清涵,你怎么样?别吓我。 苏清冉举着夜明珠,幽光打在他脸上,却发现他的脖唇已经泛出紫色,这是中毒的表现。 舌毒这么快就发作了,还骗我说没事,这个大骗子。 苏清冉想起允毒的法子,立即抓住他的大手,领袭伤口。 脸吐了几口黑血,苏清冉擦了下嘴,轻轻摇晃君清涵的身影。 君清涵,你快醒醒。 君清涵睁开眼睛时,那张写满担忧的小脸顿时映入了他的眼帘。 你怎么回来了? 骗子。 苏清冉气得,将他的手甩开。 我没骗你,我暂时没有性命之用。 苏清冉根本不再相信君清涵,直接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 要找我们一起找,你得跟着我。 听着苏清冉霸道的声音,君清涵心里顿时暖暖的。 中了阴蛇的蛇毒,会全身无力。 你带着我,会很吃力的。 没事,我能扶得动你。 苏清冉将君清涵的大手搭在他的肩上,搀扶着他往前挪动步子。 你可以吗? 走吧。 不过片刻,君清涵的意识便开始混沌起来,脑子也越来越晕。 苏清冉能够察觉到搀扶着的人越来越重,似乎将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知道君清涵就要陷入昏迷了,紧紧握着他的大手,他不断地叫着他。 君清涵,你别睡,你跟我说说话。 在他的认知里,大部分毒蛇咬伤人后都会毒发很快,要立即注射抗毒血清,否则就会没命。 他不知道这所谓的银蛇是否真向他所说不会立即致命。 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他有些怕了,整个山洞内黑漆漆的一片,他甚至找不到出口,他要怎么救他。 许久,君清涵才应了他一声。 你说吧,我听着。 不,我要听你说,你给我讲讲你以前打仗的事情吧,我想听。 苏清冉没有办法,只得想办法吸引他的注意力,不让他昏迷过去。 好,当年我是帝都永明的顽固,长到十五岁,还一事无成。 黄宗母不愿让我如此错落时光,就跟父皇说,让我去沙场历练几年,还亲自照相了你爹,让他在沙场上教导我,监督我,抽到边疆。 手上的将是没有一个人看得上我,女子羞辱就是想让我打退堂鼓。 然后呢,是怎么从顽固成为一代战神的? 有一次,我和布家被西陵大军困在夜城,水尽两绝。 你父亲派来的援兵,也被王荣将军拦下了。 我带着五百将士背水一战,最终破城而出,杀地两万。 回到营寨后,一道小龙王荣的想说人头。 从此以后,军中便再没有了反对之上。 韩王斩王荣的事情,他是知道的,这件事一直在帝都中广为流传。 这件事不仅惦记了他在军中的地位,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也许是为了让苏清染放心,相对于以往的西字如今,今天军清涵说了许多话,甚至还给他讲了一两件军中趣事。 然而没过多久,军清涵便彻底没有了声音。 苏清染心弦一颤,忙摇了摇他的身子。 军清涵,许久军清涵才轻轻应了一声,他的声音透着微弱,很快便淹没在耳畔。 苏清染皱起带眉,吃力地扶着他。 军清涵,你别睡,我给你唱歌好吗? 好。 随风奔跑自由式方向,追逐泪和闪电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少的饭也能远航。 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在苏清染的歌声中,军清涵似乎又想到了在边疆的时候, 一望无际的沙漠、草原、漫天遍野的风沙, 还有脚下那一寸寸染着烟红的土地。 记忆最深的是金戈铁马、马戈果施。 五年沙场征战,夜城之战在她的生命中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时,她两天利弥未尽,举着长剑杀红了眼睛。 看着敌人倒在脚下,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还有许多未做的事情等着她,她要活着。 现在,也是一样。 眼皮重重落下前,军清涵看着搀扶着她的女子,眼底划过一抹柔软。 不知从何时起,他们之间已经如此亲密了。 她对苏清染的信任已经超乎了她的预料。 在苏清染身边,她能够放心地闭上眼睛。 苏清染唱着歌,丝毫没有察觉到肩上的男人已经昏迷了。 举着夜明珠,她一点点向前挪着步子。 随着腐臭的气息越来越浓烈,一截人骨出现在了夜明珠的微光下。 是骨骨。 苏清染认了出来,不远处那些躺在地上的人骨,正是大腿上的骨头。 心中激动,她举着夜明珠走了过去,直接将肩上的人忘记了。 君清涵摔在地上,痴痛地睁开眼睛,就看到苏清染正在兴奋地扒拉人骨。 找到了? 苏清染听见君清涵的声音,这才想起来的。 这里堆着的人骨还不少,应该是十来副。 我猜那些失踪了的尸骨,应该都在这里了。 君清涵点点头。 看见从苏清染身后窜出来的银蛇,眸光一静。 小心身后。 在她的心将要提到嗓子眼时,那条银蛇就在苏清染的匕首下,断成了两截。 别担心,我没事。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 今晚她差点被咬到,自然会长记性,时刻都在防备着。 有试过的地方,银蛇很多,你小心。 好。 苏清染点点头,开始一句一句地查看尸骨。 在清幽的夜明珠光下,尸骨下面银色闪闪,金光灿灿,像是埋了金银一般。 她直接抬手去取,然而她刚刚伸出手,长长的疗哑便映入了眼帘。 苏清染眼睛手快,直接挥动匕首将银蛇斩断,心砰砰跳个不停,一阵后怕,幸好她反应快。 看着一条条银蛇从尸骨的眼眶里,鼻子里,嘴里爬出来,苏清染有些头皮发麻。 这一幕,要多恐怖有多恐怖,比那些恐怖电影里的画面感有冲击多了。 她挥动着匕首,不断将靠近她的银蛇斩断。 很快,在她脚边便多了一堆银蛇尸骨,一节节泛着幽光,看上去阴森可怖。 苏清染将银蛇清理干净后,小心挪开了尸骨,取出下面金光灿灿的东西。 这里怎么会有金子? 金子? 这里还有? 苏清染翻找着,好像每具尸骨下面都有一块金子。 听到她的话,金金寒心中逐渐有了答案。 这里哪来的金子呢? 苏清染仔细打量着手中的金子,微微醋眉。 这些金子看上去并不是纯金的,里面好像有杂质。 你知道吞金自尽吗? 吞金自尽? 苏清染看着手中的金块,似乎明白了什么。 过来,我们先出去,回头再将这些事故带出去。 金金寒对她艰难招手,苏清染扶着她朝前面走去。 她看着男人逐渐发黑的唇角,心中不安。 前面会是出口吗? 会的。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迎来了一丝光亮。 苏清染顿时松了口气,转眸看向搀扶着的男人。 金金寒,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 然而,这一次君金寒没有再理她,双眸紧闭,嘴唇乌黑。 苏清染的心顿时沉入谷底,搀扶着她快速朝那次光亮走去。 走出山洞那一刻,暖阳照在身上,苏清染顿时有一种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 看着停在山脚下的马车,他吃力地抓住君金寒,半掺半背着她一路下山。 将人扶上马车后,苏清染直接坐在了地上,整个人累瘫了,额头沁着痘大的汗珠,如湿了他病脚散乱的头发。 大汗淋漓的模样,仿佛刚从水中捞出来一般。 此时他好像被人抽去了最后一丝力气,就连上马车他都十分吃力。 还某远望二王府的方向,苏清染狠狠地扬起了马鞭。 山路崎岖难行,他整整赶了一个时辰,才赶到了二王府。 看着那扇珠漆大门,苏清染顿时松了口气,飞快地跳下马车,慌忙上前敲门。 快开门,开门。 来了来了,谁在敲门啊? 慕容小侯爷受伤了,我找白小姐。 王府大门被打开,走出了一位五十岁的老管家,他打量着苏清染。 这位小公子,你刚才说什么? 慕容小侯爷中了蛇毒,找白小姐解毒。 苏清染说着,将君清涵艰难地从马车上搀扶下来。 老管家看见君清涵,愣了下,慌忙叫来了两个小丝。 快,小侯爷受伤了,快扶进去。 在老管家的帮助下,君清涵很快被扶到了进心院。 白灵得到了消息,匆匆赶了过来。 关上房门,他看着一脸担忧的苏清染。 怎么回事? 我们今天去鬼山巡尸,他不小心被银蛇咬到了。 多久了? 白灵说着,开始给君清喊枕脉。 大概三个时辰了,他现在怎么样? 情况不容乐观。 还现在,只剩下三个时辰了。 那你快帮他解毒吧。 想要解银蛇舍毒,就用银环草。 只是,这种草十分难学。 话音一路,苏清染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果然又骗我,将众毒说得那么轻描淡心。 鬼山上可能有银环草。 从这里到鬼山,差不多一个时辰,来回就要两个时辰,只怕时间来不及。 苏清染深深挽起戴眉。 白灵看了眼惊心寒。 你帮我,将他的衣服解开。 我为他时针排出,争取些时间。 好。 苏清染应了一声,将眸光落在男人紫色的腰带上,串着手将男人的衣物退去。 苏清染看着男人剑术的胸膛,精瘦的腰身,脸颊微红。 好了吗? 好了,白小姐,请。 苏清染慌忙收回了视线。 白灵走到榻前,一一落针,很快就扎满了君清涵周身的穴道。 白灵收针后,君清涵顿时吐出了一口黑血。 苏清染没有防备,手忙脚乱地拿了手帕为他擦拭贼脚。 他现在如何了? 独排了一半,多了六个时辰。 我现在出去寻药,若是明天天亮前我还没回来,寒忘他。 你一定会回来的。 我尽量找了药赶紧回来,因为毒发的原因,寒忘体温会升高,容易高烧不退。 每隔一个时辰,你为他擦一遍身子。 好,我等你回来。 对了,鬼山阴气森森,你自己多加小心。 没事,我不怕这些东西。 看着白铃离开,苏清染的心情顿时便沉重起来。 他坐在踏前,看着昏迷不醒的君清涵,他轻轻握住他的大手,肃起戴眉。 在战场上,求死一生你都活下来了,这次也一定不会有事。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挺过来的。 苏清染说着,取下了他的面具,露出了他苍白的脸颊。 紧握着他的大手,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似乎能够让他感觉到安全感,感觉到他还在。 不知为什么,看着君清涵命悬一现,苏清染的心像是少了一块一般。 察觉到君清涵体温升高,苏清染立即打了水,浸湿帕子,细心地为他擦着身子。 那么多事情还等着你,你不能有事,我不准你有事。 看着他乌黑的嘴角,他忍不住眸光轻颤。 君清离推着轮椅来到房门,听到苏清染的喃喃自语,伸去敲门的手,微微愣了下。 听到敲门声,苏清染为君清涵戴上面具。 谁? 清二,是我。 苏清染放下帕子,走过去开门。 二王爷。 我听说慕容中毒了,来看看他。 进来吧。 君清离推着轮椅进了房间后,苏清染捞起铜盆里的帕子,拧了水,继续给君清涵擦身子。 清儿,我来吧,你到底是女子,照顾慕容多有不便,我来为她擦身子,你先去休息。 没事,我要在这里守着她,等她醒来。 君清涵的身份不能暴露,她亲自守着才能安心。 君清涵的身子她并不是第一次见,所以她并不觉得为她擦拭身子有什么不妥。 君清离看着她眼底的担忧,眸色暗了下,缓缓收回了手。 清儿,慕容现在如何了? 白小姐去寻药了,等她拿回解药,她就没事了。 苏清染为君清涵擦完身体后,小心扯上被子。 那就好,你别担心。 慕容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是,她一定会没事的。 苏清染说得坚定,心里却是一片忐忑。 她说着,握住了君清涵的大手,正正地守在踏前。 看着她手腕处的伤口,眸光轻颤。 这条银蛇本来咬的是我,躺在这里的,也该是我。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银蛇一口咬下去,速度快到连她都没有反应过来,君清涵却没有一丝犹豫地护住了她的手。 她明知道银蛇的毒有多恐怖,也一直都在怀疑我的身份,为什么要拿命救我? 我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刚认识不到一月的陌生人不是吗? 看着踏上的君清涵,苏清染心里五味沉杂,心情越发地沉重。 除此之外,还有一抹温暖,一抹感动,悄然袭上心头。 君清涵看着二人紧握在一起的手,缓缓垂眸,悄然眼去一抹淡淡的怅然。 二王爷,你身体不好,不能久坐,快回去吧,这里有我。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倒是你,我让下人为你准备吃时,你先吃点东西。 我不饿。 清儿,你只有将自己照顾好了,才能照顾慕容,不吃东西怎么行? 二王爷,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吃不下。 既如此,我不勉强你,我先回去,你若是有需要,就找我。 好,谢谢你。 君清涵嘴角勤出浅笑,缓缓推动轮椅,离开。 从下午到黄昏,又从黄昏到夜幕,苏清涵一直守在君清涵踏前,眉头越蹭越高。 房外,君清涵推着轮椅来了几次,看着他担忧的模样,始终没有推开房门。 秋白看见他家主子这一趟一趟的折腾,心中不忍。 主子啊,既然来了,就进去吧。 他现在忧心忡忡的,我不能去翻他,我就在这里等着,若是他需要,你出门就能看见我。 唉,主子,你的身子能吃得消吗? 我没事,你去厨房将饭菜端过来,他一天没吃了。 秋白走后,君清涵缓缓抬眸,看向竹窗。 若今天躺在这里的是我,他也会这么照顾我吗? 想起他为他按摩双腿的模样,他的心里顿时多了一抹温暖。 很快,秋白便提着食盒回来。 主子,饭来了。 嗯。 君清涵应了一声,推动轮椅,缓缓来到房门处,抬手敲门。 清儿,我来给你送晚膳。 苏清涵将房门打开,看着秋白手中提着的食盒。 多谢二王爷还想着我。 秋白走进房间,将食盒放在桌上。 清儿姑娘,我家王爷在外面等了你许久,都不见你喊恶, 就只好让我去厨房给您取来了晚膳,赶紧趁热吃吧, 不要辜负了我家王爷的一片心意。 二王爷,君清涵将青粥小菜取出来, 递过去竹筷。 快吃吧。 好。 苏清涵点点头,看着他用膳的模样, 君清涵眼底情出了笑意,似乎很满足一般。 夜幕沉沉,乌云翻卷,漆黑的天幕下不见半点星月。 秋白打着灯笼,君清涵推着轮椅, 主仆二人再次来到了靖星院。 主仲,您都折腾一宿了,要不您去歇歇, 属下来照顾慕容小侯爷和青儿姑娘。 我没事,自从白小姐给我看腿后, 我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君清涵推着轮椅走到房门前,轻轻推门而入。 君清涵看见苏清涵,已经趴在榻前睡着了。 竹子,你去外面等我。 此夜时分,苏清涵带着满脸的皮卷靠在榻前, 就连梦里眉头都高高地簇着, 拢着一抹划不开的担忧。 即便睡着了,她的手依然抓着君清涵的, 食指相扣,甚是亲密。 君清涵眸光轻轻颤了颤, 从膝上取过披风,小心推着轮椅来到苏清涵身前, 将披风搭在她身上。 看着一旁的铜盆,她拧干帕子, 为君清涵一遍遍擦拭身体, 直至温度降下去,她才轻轻地推动轮椅离开。 关好房门,仿佛她从未来过一般。 回到靖连院,她已经满头大汗, 双腿也开始隐隐作痛, 从轮椅上艰难起身, 摸着桌子一步步挪到榻上, 她顿时常常松了一口气。 短短几步路的距离, 她却整整走了一刻中, 浑身大汗淋漓, 躺在榻上, 双腿处的疼痛逐渐尖锐了起来, 仿佛针扎, 又像有匕首在里面搅动。 此时, 她整个人再也动不了, 艰难地伸着手朝床榻边上的小匣子摸去, 却不小心将装着药的小瓷瓶扫到了地上。 君清理咬咬牙, 一点点从榻上向下爬去, 手下抓空, 她整个人磨得从榻上滚了下来。 重重落地, 直接昏迷不醒。 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 秋白慌忙进了房间, 看见躺在地上的君清理慌忙跑过来。 主子! 鬼山, 白灵纵然生性孤冷, 性情轻傲, 但是对于这里, 她心里却忍不住发怵。 午后, 烈日当头, 然而鬼山却将阳光分作了两半, 一面向阳, 树木葱容, 而另一半完全处在背阴里, 不见一丝日光。 阴冷阴冷的, 银环草就是生长在背光处的一味草药, 越是阴冷的地方, 越能够找见它们的身影。 荒草丛挤进即腰, 大风掠过枝丫沙沙作响, 卷着乌叶。 乌鸦吸在老枝上, 生生悲鸣, 不远处还有这股啼碑。 所有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像极了鬼哭狼嚎, 听在耳畔阴气森森。 白灵看着荒芜一人的鬼山, 不禁有些头皮发麻, 咬了咬唇朝山上走去。 太阳逐渐落山, 更添了几分阴气重重。 白灵又急又怕, 好在她终于在一处山洞口, 寻到了银环草。 握着铲子, 她将整株银环草连根带叶都挖了下来, 将银环草放入腰间的布袋中。 白灵顿时松了口气。 终于找到了。 白灵刚刚起身, 突然从山洞内飞出来一阵黑压压的冰符, 直接朝她压了过来。 心中危急, 下意识往后裂起了下身子, 谁知这一退, 脚下陡然踩空。 她直接从山上滚落了下来, 白灵一路滚落到山脚下, 额头重重地磕在石头上。 顿时眼前一黑。 灵亮,灵亮。 慕容彻看到这一幕, 立即窜了出来, 将白灵抱在了怀中, 一脸担忧。 自从白灵出了二王府, 她便偷偷地跟在了她后面, 一路跟上了鬼山。 来到鬼山, 白灵眼底的害怕, 她看得真切。 那个时候, 她想走过去保护她, 却又害怕会被她拒绝, 会赶她走。 犹豫再三, 她最终还是悄悄地 跟在了白灵的身后, 在暗中守着她。 因为害怕被她发现, 她一直离她有一段距离, 所以在白灵从山上滚落的时候, 她飞奔而来, 却还是没有来得及阻止她受伤。 听到熟悉的声音, 不断叫唤着她的名字, 白灵想睁开眼睛看看是不是那个人, 然而她的眼皮却越来越重, 怎么都睁不开。 随着额头闷闷疼起来, 她逐渐失去了意识, 彻底昏迷了过去。 梁梁, 你别吓我。 慕容彻看着烟红的鲜血 顺着她白皙的额头流下, 顿时吓得脸色发白, 颤抖着从怀中取出帕子, 为她堵住伤口。 然而不消片刻, 整个帕子都被鲜血染红。 梁梁, 别怕, 我带你去找大夫。 慕容彻说着, 将白灵打横抱起, 因为又慌又乱, 短短一段路, 她走得亮亮呛呛, 带着白灵跃上马背, 慕容彻狠狠一甲马腹, 飞快进城。 梁梁, 这就快到了, 快了。 一路上, 慕容彻不断自言自语, 不知是在安慰白灵, 还是在安慰她自己。 到医馆的时候, 白灵额头的鲜血 已经染红了慕容彻的衣经, 她抱着白灵, 直接冲了进去。 来人, 快来人啊, 大夫, 快救救她。 慕容彻将白灵放下, 看着慢腾腾朝这边挪着步子的白胡子老先生, 直接上前一把将人拽了过来。 大夫, 你快救救她呀。 哎, 小伙子, 慢点, 慢点, 老夫的腰都快被你扯断了。 白胡子老先生慌忙扶住自己的老腰, 慕容彻闻言手下的动作顿时一松。 他刚刚从山上摔下来了, 流了许多血, 你快看看。 老先生上前, 打量了下白灵的伤口。 小伙子, 你别担心啊, 你娘子只是失血过多, 没事的, 你等我给他上药止血啊。 听到这句话, 慕容彻顿时放下心来。 老先生请。 老先生为白灵处理了伤口之后, 宽慰道。 好在伤口并不算严重, 没有大碍, 他一会儿呢, 就会醒了。 多谢老先生。 慕容彻守在白灵踏前, 轻轻拢去他额前碎法, 看着他因为失血苍白的脸颊, 心底涌出一阵心疼, 还有化不开的内疚。 我刚才犹豫什么呢, 早该和他一起的, 只要他不受伤, 哪怕是被骂一顿也好啊。 握着他的小手, 他忍不住在他手背上轻轻落下一吻, 然后为他拉好被子。 听着外面的大歌声, 慕容彻微微皱眉, 此时过半, 他该离开了。 等你想见我的时候, 我才出现在你面前吧。 慕容彻从袖中取出银子, 放在踏前, 深深看了眼白灵, 不舍得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夜色凉淡, 月影乌云, 竹影摇曳, 青露生生。 白灵躺在踏上深深醋眉, 不安地抓着衣袖。 阿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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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梦中惊醒, 他猛然坐起身子, 木然地打亮了一眼四周, 发现自己是在一处医馆, 额头上传来顿顿的痛, 他下意识抬手去摸, 从鬼山上滚落的一幕, 顿时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记得昏迷前, 有人急切地换着他的名字, 声音是那么地熟悉。 会是他吗? 白灵想着, 忍不住苦笑一声, 嘴角勾出一抹自嘲。 那个人现在还在地独, 怎么可能是他? 想起君清寒的事情, 他顿时一阵心惊, 慌忙看了眼瞳露, 摸了摸腰间记着的布袋子, 看到银环草, 静静地躺在里面。 他提起来的心, 陡然一落, 跌跌撞撞下了他, 他拖着迟钝的身子, 慌忙朝外面走去。 如今已经到了下半夜, 他必须要立即赶回二王府, 否则君清寒就性命不保了。 吃力地走到门口, 看到一抹奇长的身影, 他顿时愣住了。 阿扯, 是, 是你吗? 凉凉, 是我。 慌容彻最终还是没骨气地反了回来, 他不放心白灵。 回来的时候, 他想偷偷瞧着白灵, 等他醒了, 确定他安全无事他就离开, 谁知道会正好在这里碰上他。 阿扯, 快送我去奥王府, 凉凉还出事了。 白灵脸上划过焦急, 他大致将事情说了一遍后, 慌容彻顿时神色凝重。 还来得及吗? 四哥会不会有事啊? 赶一赶, 应该能够在天亮前赶到他。 慌容彻汗手, 抱着白灵上马, 狠狠扬起马鞭。 哒哒的马蹄声打破了寂寂长夜, 二人的身影很快融入更深的夜色中。 白灵靠在慌容彻胸膛, 心底一阵安心, 感受着他放在腰间的大手, 他不禁有些羞难。 自从他十二岁之后, 他们二人就再也没有同城过一匹马, 更别说还是这么亲密的姿态。 也许只有今晚, 他才能收起所有的尖刺, 安静地靠在他的怀中。 月落雾体, 残夜西沉, 天际逐渐破晓, 苏青人陡然从梦中惊醒, 看着掉落在脚边的披风, 他一阵凝神。 昨晚, 二王爷来过了吗? 扫了眼桌上燃尽的蜡烛, 他慌忙跑过去推开了竹窗, 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苏青人顿时星辰谷底。 天马上就要亮了, 白小姐怎么还没回来, 我该怎么办? 想起阴气森森的鬼山, 苏青人的心再次揪了起来。 白小姐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转眸看向榻上的君清涵, 带眉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此时, 君清涵的脖唇已经完全泛出了黑子, 眉心乌青一片, 脸色苍白, 泛着晦暗。 苏青人再清楚不过, 这是人之将死的颜色。 他刚握上他的手, 就发现他的掌心一片冰凉。 而且, 这个时候他整条手臂都已经红肿发僵了, 手指也弯不起来。 不, 不会死的。 苏青人双手颤抖着, 握住君清涵的大手, 一点点揉搓着, 恨不得将自己掌心的温度度过去。 不论苏青人怎么揉搓, 始终无济于事, 君清涵的手怎么都暖不热。 看着男人死气沉沉的脸颊, 他的心口仿佛被人扯开了一道口子, 一阵顿顿的痛。 清清涵, 你别死好不好, 我以后不会再跟你斗嘴气你了, 也不再计较你当初把我丢在皇陵这件事了, 我只要你活着, 好好地活着。 上次那个小木头人, 我本来就没打算送你, 并不是敷衍, 等你醒了, 我亲手给你叼一颗好吗? 苏青人靠在君清涵耳边, 喃喃自语, 犹如青红, 他完全沉浸在浓浓的担忧恐惧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君清涵的耳珠微微泛出了飞色。 这时, 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 苏青人一脸惊喜地迎出去, 白小, 看见坐在轮椅上的君清涵, 他眼底的激动顿时被失望所代替, 君清涵不动声色地将他的神色收入眼底, 抿了下嘴角。 慕容他现在情况如何了? 苏青人咬了咬唇盼, 没有说话, 带眉直接皱到了一起。 秋白, 你去寻一寻白小姐, 要快。 秋白走后不过片刻, 便扶着白灵匆匆赶了过来。 主子, 汉公子, 白小姐回来了。 白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太好了, 你快去看看。 苏青人激动地迎过去, 走近了才发现, 白灵额头上包裹着的白纱布。 白小姐, 你这是, 你的额头怎么了? 我没事, 快带我去看看他。 白灵说着, 匆匆进了房间。 他一边走, 一边从布袋子里取出银环草, 摘了叶子, 捣碎附在军青寒被银蛇咬到的地方。 你在这里守着他, 我就为他煎药。 白灵说着, 拿着银环草更快就往外走, 苏青人慌忙跟上去。 白小姐, 你奔波了一个晚上, 你去休息, 我去煎药。 这药还要配, 你帮不了我, 在这里守着吧, 要一会儿就好。 白灵匆忙去了药房。 苏青人拧了帕子, 为军青寒擦着脸颊。 他发现, 银环草叶附到伤口上不久, 他僵硬的手臂就逐渐松弛了下来。 当清晨的第一缕晨曦 撒在军青寒脸上时, 苏青人在嘴角情出一抹浅笑。 总算是赶上了。 半个时辰后, 白灵端着药碗进了房间。 他喝了药, 很快就会醒来。 辛苦白小姐了。 苏青人抬手接过来。 无妨, 一共有三副药, 他将药吃完就彻底无碍了。 多谢。 我还有事, 这里就交给你了。 白灵走出了房间, 看着守在外面的军青梨。 他没事, 二王爷不宜久坐, 先回去吧。 军青梨缓缓收回视线。 白小姐辛苦了一夜, 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白灵汗手, 死时的她, 眉宇间的疲倦眼都掩不住。 她的确累了, 她连额头上的伤口都秃秃的疼, 这个时候, 她只想好好去睡上一觉。 房间内, 苏青梨端着药碗来到榻前, 咬了药汁轻轻吹凉, 小心地送到军青梨唇边。 然而军青梨紧闭着薄唇, 药汁根本喂不进去, 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凑到军青梨身前, 苏青梨看着她乌黑的薄唇, 犹豫一瞬, 抬手捏开, 然后盛了药汁喂进去。 如此反复, 苏青梨忙活了小半个时辰, 才将药喂完。 坐在榻前, 足足守了一个时辰, 军青梨却依然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 就连她嘴角的乌黑都丝毫没有退去。 她刚刚落下的心, 再次提了起来。 银环草能够解毒吗? 整整一天, 军青梨都没有醒, 苏青梨从清晨守到晚上, 最后撑不住, 直接趴在榻上睡着了。 长夜漫漫, 烛光轻摇, 军青梨醒来时, 眸光一转, 就见苏青梨一脸疲倦地趴在床榻边上, 纤细的黛眉拧在了一起, 拢着担忧。 她的心仿佛被人轻轻扯了一下, 心底深处磨得软了一块。 翻身下榻, 她轻轻地将苏青梨抱起, 小心放到了榻上。 许是她真的太累了, 被抱起来时丝毫没有察觉, 睡得很沉。 躺在榻上的苏青梨, 似乎感受到了军青梨身上的气息, 下意识地朝她怀中窝了窝身子。 看着她眼下的乌青, 军青梨眼底划过一抹心疼, 抬手揽住了她娇小的身子。 军青梨, 你别死, 我不要你死, 你别死。 睡梦中, 苏青梨还在不安地喃喃着, 军青梨眉眼, 黑桶微微一颤, 她一直都在担心她。 看着女子近在咫尺的阴唇, 她忍不住地想要靠近, 薄唇贴上去, 轻轻落下一吻。 不知从何时起, 只要看见她, 心里就会有暖暖的感觉, 似乎只要她在, 她的视线便不想离开她的身影。 在她淡漠女人二十几年里, 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 超乎了她的控制, 却又让她忍不住去探索。 也许, 她对她的存在, 并不只是习惯。 一日清晨, 苏青梨从军青梨怀中醒来时, 就发现抱着她的男人, 正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军青梨, 你醒了? 都说祸害一千年, 就知道你死不了。 关心的话到了嘴边, 结果却从她嘴里冒出了这一句。 军青梨心情很好, 并不在意, 轻轻捏了下她圆嫩的小脸。 本王做梦, 有人说不想让我死, 黄泉路走了一半, 我便又回来了。 这一次, 他的确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差一点就没命了。 略带雌性的声音敲在耳畔, 苏青梨顿时被她的小动作染红了脸颊。 愣了半上, 她才发现自己正亲密地窝在她的怀中, 靠着她的胸膛, 二人穿着单衣, 宛若肌肤相亲, 在这样的姿势下, 要多暧昧, 有多暧昧。 苏青梨只觉得脸颊微微发热, 下意识地就往身后撤了撤身子, 然而一只大手却稳稳地扣住了她的先腰, 不许她动。 君秦涵, 都在把我怀中睡过这么多次了, 还罢休吗? 什么时候在你怀里睡过, 还那么多次, 我怎么不记得? 我昏迷时, 你说的话作数吗? 我说的话? 嗯, 本王期待你的表现。 我说什么了? 苏青梨咬了咬尘, 他看见君秦涵醒来, 顿时将说过的话都抛到了脑后。 你说, 以后不惹本王生气, 还说, 要做一个小摩托人送于本王。 君秦涵在苏青梨耳边, 呼气如蓝, 染红了她的耳朵。 君秦涵的声音里, 灌满了温润磁性, 撩在耳畔, 却在她的心扉荡漾开了涟漪。 苏青梨, 脸颊更红。 你, 你肯定听错了, 这句话我没说过。 不是昏迷了吗? 为什么还能听到我的话? 想到自己这两天叙叙叨叨的话, 他顿时不敢于眼前的男人对视。 撒谎, 想让本王罚你吗? 君秦涵说着靠近, 看着男人近在咫尺的薄唇, 苏青梨慌忙避开。 早知道, 却不该救你。 本王只是惩罚一下你这只爱撒谎的小东西。 君秦涵攥住他轻软的仙腰, 霸道地将他揽入怀中。 清凉的梨花香陡然撞入鼻息, 苏青梨心邪末地颤了颤。 这一刻, 君秦涵那双幽深的黑瞳缓缓对上他, 时间仿若静致。 慕容, 你怎么样, 没事吧? 随着一阵急切的脚步声传来,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百里赫匆忙进了房间, 在他那张温润的脸颊上, 很少能够看见如此紧张的时候。 然而他进了房间, 却看见榻上的两个人正衣衫不整地缠绵在一起, 他陡然愣在了原地。 此时, 榻上的君秦涵和苏青梨, 听到房门处传来的声响, 也愣住了, 纷纷朝百里赫看去。 百里赫被看得脸色微红。 你们, 继续, 我, 我, 这就出去。 他说完, 飞快地出了房间, 然后重重关上了房门。 苏青染眸光落在紧闭的房门上, 半晌才收回视线, 看着搂着他的男人, 脸上犹如火烧。 阿波放开, 我的名气都被你糟蹋了, 怕什么, 你本来就是韩王妃。 苏青染闻言顿时心跳加速, 忙推了他一下。 你还不快出去, 百里找你。 君清涵离开后, 他忙扯过被子, 将自己红红的脸颊蒙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他脸红心跳得厉害, 还缓不过来了。 百里赫等在外面, 看到君清涵走来。 看你的样子, 就知道你死不了。 他得到他被毒蛇咬到, 命悬一线的消息时, 整个人都愣了, 扔下一切, 慌忙赶到了二王府, 结果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 你先回去, 等我消息。 行, 看见你没事, 我也就放心了, 我在水库中, 还真找到了线索, 你那里如何, 有没有什么发现? 事故找到了。 这么说, 你被蛇咬这一口, 也没白咬。 明天, 我要你那里的消息。 知道了, 快回去吧, 他还在等你呢。 百里赫对他暧昧地眨了眨眼睛, 苏清涵端着药碗回到房间, 就看见君清涵正副手而立, 站在窗前眺望。 过来, 吃药了。 蛇毒还未完全清除, 现在君清涵脑袋还有些晕晕的, 而他手腕被银蛇咬到的地方, 依然高高肿着, 红红地泛着血清水。 苏清涵放下药碗, 走过去将君清涵扶到榻上, 他抓过他的大手, 打量扳上, 微微皱眉。 怎么现在还没消肿, 还疼吗? 君清涵摇摇头, 看着苏清涵白嫩的小手, 顿时想起昏迷时, 他一直拉着他的手, 暖着他的掌心, 眼底的清冷, 逐渐温柔起来。 我一会儿去问问白小姐, 有没有消肿的药, 现在你先把药吃了。 苏清涵说着端起药碗, 用汤勺盛了药, 小心送到他的唇边。 他说再吃一副药便彻底清毒了。 君清涵一口一口喝下他未来的药汁, 眼底勤出点点笑意, 阳光透过竹窗洒进房间, 落在他圆嫩的小脸上, 透着暖绒绒的光, 犹如熟透的蜜桃, 让人忍不住轻咬一口。 清儿,在吗? 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是君清涵来了。 在呢? 苏清涵忙应了一声, 将药碗放下, 前去开门。 君清涵嘴角擒着浅笑, 犹如三月清风。 听说慕容醒了, 我来看看。 苏清涵汗手, 带着君清涵进了房间。 刚回到榻前, 他就发现君清涵正伸着红肿的手去端药碗, 慌忙走过去阻拦。 你的手还肿着呢, 万一将药撒了怎么办? 不妨, 给我吧。 君清涵看着他脸上的焦急, 悄然眼去, 眼底笑意。 苏清涵忍不住瞪他。 这是你说的, 下次吃药, 我可不喂你了。 君清涵轻轻勾了下贼角, 然后将药汁一饮而尽。 君清涵看着二人的亲密, 眼底悄无声息地划过一抹羡慕, 还有一抹淡淡的苦涩。 许久他在贼角擒出亲浅笑意。 慕容, 你身体现在好点了吗? 多谢二哥惦记, 这两天在你府上, 多有讨饶。 你与我还客气什么, 我在帝都, 也是住的永安侯府。 二哥的腿现在如何了? 啊, 比以前好多了。 我明日便回去了, 二哥不必担心我, 你好好仰腿。 行, 你没事便好, 我不打扰了, 你要多多休息。 苏清涵起身走过去, 二王爷,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多陪陪慕容吧。 出了进心院, 君清涵贼角的笑意逐渐浅了, 看着池塘里的荷叶甜甜, 眸光幽远, 秋白看着他的模样, 忍不住轻叹。 竹子, 你心里是不是难受了? 没有。 属下不信, 走吧。 君清涵缓缓推动了轮椅。 竹子, 你喜欢青儿姑娘对不对? 没有。 竹子, 属下都跟你这么多年了, 再了解你不过, 我能看出来, 你喜欢他。 我没有, 不许胡说。 君清涵立即冷声制止, 不知是因为急切, 还是因为生气, 他的脸上微微泛出飞色。 看着远处, 君清涵下意识握紧了手下的扶手。 二十五年来, 他一直都活在别人的厌恶, 嘲笑中, 从没有哪个女子, 像苏清染一般, 一出现就在她的生命里留下了温暖。 即便是常欢, 这些年一直忧心她的双腿, 对于她, 更多的也是同情和怜悯, 只有苏清染不是。 她嘴角那么暖暖的笑容, 绽放在梨窝中, 总能浮去心头阴霾。 尤其她为她暗柔双腿, 偏头询问她疼不疼的样子, 像极了她的母妃。 君清涵看不透自己的心, 也不敢看, 然而就是忍不住地想与她亲近, 想靠近她。 仿佛只有在她身边, 她的自卑和敏感, 才能全部放下。 主子, 我知道你在怕什么, 你觉得你的双腿不良于心, 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所以才不敢开口。 君清理苦涩地勾了下贼角, 没有开口, 她的确一直活在自己的自卑里。 她那样好, 我只会耽误她。 主子, 清儿姑娘不是那样的人, 这一点, 你心里应该比属下更清楚, 而且, 在属下眼中, 你是这世上最好, 最温柔的人, 将来谁要是做了二王妃, 准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气。 以后这种话不许再提, 更不许在她面前瞎说。 想起刚才那一对碧人, 眸光暗了暗, 缓缓推着轮椅回了靖连院。 刚一进去, 老管家便迎了过来。 王爷, 白小姐在院子里, 等了咬一会儿了。 君清零汗手, 她差点忘记了, 今天是给双腿针酒的日子。 白灵立在院子里, 盯着翠竹发呆。 白小姐, 就等了。 白灵闻声转过身来。 无妨, 我也是刚来。 白小姐请。 白灵先给君清零枕了脉, 随即狠狠皱起眉头。 二王爷, 这两天你的双腿, 是不是又鼓毒发作了? 白小姐说得不错, 那晚我家主子去照顾慕容小侯爷, 劳累过度。 结果, 那我家主子的腿现在要不要紧啊? 二王爷, 其实经过这些天的治疗, 你的双腿是有希望之好的, 你将来也可以离开轮椅。 但是, 你要好好爱惜自己, 可以吗? 白小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秋白明显比君清零激动,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白灵, 难以压制眼底的喜悦。 白灵点头。 嗯, 不过, 因为二王爷这两天鼓毒发作了一次, 我们前些日子治疗, 只怕要前功尽弃了, 今天还需从头开始。 白小姐, 我家主子的腿什么时候能好? 看他恢复, 只要以后好好注意养身子, 快走半年, 满走两年。 但是如果骨毒经常发作的话, 也许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主子, 以后属下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绝不会再让你的骨毒发作。 白灵从药箱里取出了银针, 爱荣。 二王爷躺下吧, 我们开始。 针灸之后, 白灵弯着身子收拾药箱, 刚刚起身, 眼前顿时一黑, 控制不住地喷出了一口水。 鲜血。 白小姐, 你没事吧? 秋白立即扶住了他, 白灵摇摇头, 随意将嘴角的血子抹去了。 二王爷好好休息, 白灵告辞。 刚出了静连院。 白灵, 白灵忍不住, 再次吐出了一口鲜血, 随即嘴角扯开一抹自嘲。 刚才爱狗狗声声, 训斥别人要好好爱惜自己, 我自己也没做到呢。 跌跌撞撞回了静云院, 这才从药箱中取了药服下。 许久, 白灵才平复了下来, 脸上的苍白也逐渐退去。 这两天, 不只是君清离, 就连他都忘记了吃药, 似乎只要那个男人一出现, 就会扰乱他的心。 白小姐在吗? 听见外面传来苏青连的声音, 他慌忙收了药, 将嘴角的血迹擦去。 韩王妃怎么来了? 你都知道了。 也不算秘密。 白小姐, 韩王的手现在还肿着, 有什么药能消肿吗? 一点小伤而已, 不用在意的。 可是一直肿着也不是法子, 他的手还要整理暗宗呢? 白灵顿时笑了笑, 取了药给他。 你真是太过于担心了, 韩王没那么娇气的。 谁担心他, 若是他不能整理暗宗, 辛苦的就是我了。 快去吧, 只要擦上两天就好了。 多谢白小姐。 苏清染刚出了静云院, 就遇上了秋白。 秋白看见他, 眼睛亮了亮。 青儿姑娘, 终于等到你了。 你找我, 还是二王爷找我? 秋白挠了挠头。 我家主子不知道我来, 我想请青儿姑娘, 帮个忙可以吗? 苏清染随着秋白, 来到静云院时, 君清离正在和自己对异, 秋白走过去, 忍不住劝道。 主子, 白小姐不是说了吗? 你要好好爱惜自己, 这些废脑子的东西, 还是收起来吧。 君清离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苏清染, 眼底划过惊喜。 青儿, 你怎么来了? 主子, 属下先退下了。 苏清染走到君清离身边, 看了看他面前的棋盘, 忍不住摇头。 这东西的确是费脑子, 还伤神。 没有那么严重, 你别听秋白瞎说。 二王爷, 我听说你的双腿 若是好好调理, 能够重新站起来是吗? 是秋白告诉你的吧? 他一向藏不住时间。 这是好事, 等过段时间, 你就可以从轮椅上站起来, 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苏清染嘴角, 站开了一窝, 他想, 君清离腿好了以后, 那一身轻衣的风姿, 定然更加清俊出尘。 君清离眸光轻轻飘远。 走路的记忆已经离我很遥远了。 不, 一点都不遥远, 只要你好好仰着身子, 很快就能实现。 二王爷, 以后只要你不舒服, 就赶紧告诉秋白, 让他去找白小姐,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 我很期待看你走路的样子呢。 走路? 沉上白鹿, 碗赏落下, 走天下路, 观世间景,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走天下路, 观世间景? 这对我而言有些遥远了。 如果我能够走路, 我想沿着京水河岸走一走, 看一看六月河湘。 你这个愿望很快就会实现的。 君清离看着对面女子笑意如花, 双手下意识抓紧了轮椅扶手, 千尔, 这时你愿意陪我赏和吗? 能陪二王爷赏和, 求之不得。 君清离嘴角顿时站开一抹浅笑, 似乎十分满足一般。 苏青染看着棋盘, 松手将棋子捡进棋楼里。 二王爷, 以后啊, 你就天天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喝喝茶, 或者看看书, 不要再自己跟自己对弈了。 好。 还有, 你现在还不能站起来, 一定不要抢逼自己。 我都听你的。 对了, 我听秋白说, 你总是记不起吃药, 这样怎么行, 以后一定要按时吃药。 松青染想了想, 将棋楼递给他。 你每天吃过药后就在棋盘上放一颗棋子, 若是忘记吃药就空下, 我下次要来检查。 这个法子不错, 既能监督他吃药, 又能不让他下棋, 一举两得。 苏青染想着, 不禁勾起嘴角, 梨窝灿烂。 青尔, 你以后能否唤我墨离? 二王爷这个称呼, 有些生分了。 群青林试探着开口, 有些紧张地钻住衣袖。 墨离? 嗯, 这是母妃为我取的字。 当年她母妃就猜到她习惯时, 她父皇不会为她取字, 所以便早早地为她取好了。 苏青染顿时想了起来, 古人除了名还有字。 墨离, 墨离, 你母妃为您取这个字, 是不想离开你吧? 群青林淡淡点头, 即便换她墨离, 母妃还是很早就离开了她。 以后私下里, 我就叫你墨离了。 好。 群青林嘴角的浅笑, 犹如三月暖阳。 苏青染陪着她, 坐了小半个时辰, 才想起了还在等着她的群青涵, 匆匆告辞。 群青林看着那抹郁色的身影, 消失在静怜院, 眉眼也变得温柔。 秋白进了房间。 还是青儿姑娘的画馆哟。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私自去找她。 主子也是希望青儿姑娘过来的, 不是吗? 群青林垂眸看着身边的棋楼, 没有说话。 许久。 秋月那里可传来消息了。 那人现在还在江州, 但是最近好像要去别的地方。 嗯。 让秋月继续盯着。 一日一早, 军青涵就带着苏青燃回了直线县衙。 停尸房内, 轻一色地排列着一具具白骨。 在每具尸骨的脚下都有一小块金块。 百里赫数了数。 正好十句, 不多不少, 金块也是十块。 苏青燃检查了一遍尸骨。 十个人死亡时间不同, 最早的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最晚的刚死了三个月。 军青寒汗手问百里赫。 水库那边具体什么情况? 那里可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呢。 荆州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在西北处有一座燕山, 金河水就发源于此。 众人口中的水库也是修在这里。 燕山离直线不算太远, 他们乘坐马车不到两个时辰。 一下马车, 苏青燃便看到了满眼的荒凉。 燕山四周荒芜人烟, 这姑提名, 十分孤寂, 犹如他初到荆州所建的那般。 水库修在金河水上游, 依山而建。 然而, 却没有他想象中的大气恢弘, 看上去像是刚刚动工一般。 这里以前就人烟稀少, 很少有人来这里, 自从水库出世后, 就更没有人来了, 阴气沉沉的, 感觉比鬼山好不到哪儿去。 带路吧。 沿着金水河岸一直向前, 穿过幽境, 直接进入了燕山。 刚进去的时候, 道路十分狭窄, 仅能允许一个人经过。 走了大约有半个时辰, 眼前突然开阔了起来, 然而他们没有走多久, 就走到了尽头, 没路了。 苏清染猝眉, 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 一进来他就发现, 这里根本和水库搭不上边, 也就外面看上去 有些水库的影子。 这是一道石门。 白礼鹤轻轻轻熟路地走过去, 奋力将石门推开, 悠悠看过去, 石门后面一片漆黑, 像极了那日的鬼山。 苏清染下意识脚步一致, 君清涵挪了挪身子, 不动声色地抓住了他的小手。 苏清染默然抬眸看向身边 一本正经的男人, 心弦一颤生出暖意。 下去吧。 白礼鹤取出了火折子, 丝毫没有发现身后二人的小动作。 射击而下, 他们缓缓布下石阶, 白礼鹤率先走下去, 点燃了青油灯。 在昏暗的灯光下, 苏清染发现这里是一处十分宽阔而又封闭的空间, 唯一能够和外面接触的就是那道石门。 你们过来。 白礼鹤说着, 带着二人朝里走去, 很快他们就看见角落里放着一堆来不及处理的废笔。 走到最里面, 映入眼帘的恋童的锯顶, 还有散落一地的铸臂模具。 石谋和尼姆。 白礼鹤看向君清汉。 我就说这里藏着一个惊天秘密吧。 无疑, 这个山洞是一处铸造假壁的场所, 所谓的修水库不过是个幌子。 君清汉上前打亮了一眼。 回去让萧泽带人将这些东西搬回去。 出了山洞后, 他并没有打算走, 而是沿着燕山转了一周。 你还要找什么? 君清汉脸着眸走到一处光秃秃的地方, 这才停了下来, 抬手指了指。 你看那里, 怎么了? 这里的树木似乎有些少, 被阴处树木稀疏也很正常。 这里被人开采过? 君清汉满意地点点头, 看向苏清染的眸光, 勤出笑意。 这里, 应该有一处铜矿。 怪不得他们会选在这里铸造甲壁。 接下来, 我们怎么办? 开关夜诗。 苏清染代替君清汉, 做出了回答。 中午时分, 猎羊当头, 晒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 荆州风沙大, 太阳也比较火辣, 尤其是上午, 焦阳似火。 苏清染在太阳下走了没多久, 小脸就被晒得红扑扑的。 虽然天气并不热, 但是阳光却比较伤人。 今日一早, 白里赫就带着肖泽去燕山搬东西, 而苏清染则跟着君清汉, 来到了名叫刘庄村的小村子。 这个村子是水库一岸中死人最多的, 因为死的都是青壮年男人, 如今这个村子里, 现在大部分都是老人妇孺。 没有了劳动力, 村子里的田地几净荒芜, 杂草横生, 处处偷着萧条凄凉。 君清汉找来村长, 让他将村子里的人都聚集到了一处, 然后向众人说明了来意。 如他们所料, 村子里的人一听到要开棺验尸, 顿时寂寂无声, 没有人答应, 更没有人吭声。 村长拿着拐杖敲了敲地。 说话呀, 怎么没有人说话呀? 话音一落, 众人的头埋得更低了, 根本不敢向前看。 慕容侯爷此次来, 是为了替你们的儿子, 你们的男人做主的,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村长, 我知道慕容侯爷是过来帮我们深渊做主的, 可是哪有开棺的事情啊? 是啊, 开棺不吉利的。 若是我相公知道, 他死后, 尸体还被人挖出来, 他会死不瞑目的。 我们可以不要深渊, 但是绝不能开棺的呀。 一时间, 人群中反对声叠起, 众人都又担心又害怕地偷瞧着君清函, 有人直接跪了下来。 村长, 您又不是不知道村子里的习俗, 这一旦开关了, 这整个村子都要倒霉整整三年的。 村长, 您忘了吗? 十几年前, 二狗子在产地的时候, 不小心挖到了您家里的祖坟, 咱们整个村子接连三年怪事贫出, 还无端端地死了几个人呢。 提到这件事, 众人顿时面色惶惶, 村长被说得犹豫了, 为难地看向君清函。 不容侯爷, 你看这…… 村子里的人看到村长态度松动, 齐齐跪了下来, 看着众人不断磕头, 苏青人忍不住皱眉。 他知道在古代讲究死者为大, 入土为安, 开关这样的事情他们很难接受,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排眸看向身边的男人, 他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如何。 君清函扫了眼众人, 村长, 我今日一定要开关验尸, 你当如何? 慕容侯爷。 村长看着君清函脸上冰冷的铁面具, 缓缓将眸光看向众人。 既然慕容侯爷开了口, 必须有两户人家站出来。 村长, 就开铁柱的关, 反正他婆娘也嚷嚷着改架。 凭什么开铁柱的? 我不同意, 要我开就开你家儿子的。 你都改架了, 还在乎那么多做什么? 开关者, 赏银百两。 话音落, 空气中顿时寂静了起来, 不过瞬间, 张翠花忙跪下请求。 慕容侯爷, 名副愿意? 慕容侯爷, 我也愿意。 刚才和张翠花争执的老妇也跪了下来, 不过半赏的功夫, 人群中已经有好几户人家站了出来, 只要给赏银都愿意开关。 苏清染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唏嘘。 哎, 人性呢。 选塞过便可。 军亲含话音一落, 人群中再次争执了起来。 慕容侯爷, 就开我相公的关。 慕容侯爷, 开我家的。 开我家? 村长看着这一幕, 再次拿着拐杖敲了敲地面。 都别争了, 方才你们一个个都不愿意。 现在听到有赏银, 眼睛都直了。 村长, 那可是一百两银子呢。 一百两对他们而言, 无疑是天文数字, 他们这辈子也没有尽过这么多钱。 村长皱了皱眉, 点了三户。 慕容侯爷说只选三户, 那就张翠花, 李二淡, 成二黑。 村长啊, 为什么不选我家呀? 我家的坟地离这么近, 选我家比较方便呢。 村长, 我家的坟地更近, 更方便。 好了, 都别吵了, 就这么定了。 是, 我们都听村长的。 张翠花美滋滋地开口, 他若是拿到一百两银子, 即便不改嫁, 也能一辈子衣食无忧了。 选好了, 那便走吧。 薰青涵清冷地扫了眼众人, 苏青染立即跟上去。 看着男人脸上戴着的冰冷铁面具, 他只看到四个字, 威逼利诱。 刘庄村的坟地分布得比较零散, 最近的一处是张翠花男人的坟, 又低又矮, 甚至连块墓碑都没有。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上面已经杂草横生。 军青涵给牙翼递去了眼神, 示意他们挖坟开关。 随着铁锹挥动, 大约半个时辰的功夫, 那处矮坟已经被挖开了。 因为贫穷, 铁柱的棺材十分简陋, 只是几个木板钉在一起, 便草草下葬。 如今挖开黄土, 露出棺木, 一阵浓浓的尸臭顿时从里面传了出来。 正常情况下, 尸体下葬后, 半个月后开始腐败。 因为铁柱的棺木十分简陋, 封闭性不好, 所以下葬七天后, 腐败就已经开始了。 腐败了一个多月, 那种湿臭的味道可想而知。 此时, 除了苏青染和军青涵, 其余人都白了脸色, 忍不住想要呕吐。 村长和张翠花更是远远地站着, 丝毫不敢上前。 几个牙翼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跳到坟坑里, 合力将棺材抬了出来。 开关! 军青涵淡淡吩咐一句, 几个牙翼几乎是闭着眼睛打开棺材盖, 然后远远地退到了一旁。 苏青染上前扫了一眼, 转眸看跟来的男人。 你要不别来了? 军青涵说着, 已经来到了苏青染身边, 不经意扫了眼在棺材里躺着的尸身, 脸色微微一变, 随即为力就开始抽搐起来。 苏青染看了一眼他的模样, 点燃造脚和仓术, 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姜片递给他。 军青涵含下姜片, 脸色这才好了些。 开始吧。 苏青染点点头, 取出解剖刀, 走进棺材, 再次打量棺材内的尸身, 忍不住皱眉。 铁柱的尸体经过腐败, 呈现巨人观, 面部膨胀, 眼球突出, 口唇外反, 舌尖突出于口外, 已经面目全非。 而他周身因为充盈腐败气体, 颈部变粗, 胸部和腹部皆膨胀隆起。 戴上白布手套, 苏青染用解剖刀, 划开铁柱腹部, 掏出了肠胃。 膨胀气体散出后, 苏青染顿时觉得自己不能呼吸了。 因为腐败, 胃臂和肠臂变得很薄, 但是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他的肠子是断开的。 苏青染心中一喜, 继续在他的腹部内扒拉, 摸索。 摸到一块尖锐的金属时, 他顿时激动起来, 找到了! 果然是吞金而死! 苏青染手中的金子并不是纯正的金子, 而是含有杂质的铜金矿石。 古代冶金, 练铜技术不发达, 得不到纯金或者纯铜。 君亲含汗手, 收起来。 接下来, 他们又依次开了李二旦、 成儿黑家的棺木, 一一验了诗。 毫无意外, 苏青染皆从他们肚子里 翻出了铜金矿石。 虽然尸体现在已经高度腐败, 验尸已经验不出是否身溺妄, 但是仅凭他们腹中的矿石 便可确定死因。 古代的吞金而死, 并非死于重金属中毒, 这种可能性极小。 他们吞金后, 会造成胃穿孔, 抑或下坠压迫肠道, 导致断肠。 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死法, 死者受尽折磨而死。 防守时在燕山偷偷恋铜铸铸臂, 得知军亲还要来荆州, 害怕世纪暴露, 就逼迫这些做苦力的人 全部吞金而死, 随即将尸体抛入荆水河, 顺流而下。 对外谎称水库出了意外, 发大水将人淹死。 他就封了燕山, 神不知鬼不觉。 至于鬼山上的尸体, 那是早先在燕山中 铸臂熬不下来的人, 选择了吞金自尽。 每次死了人, 逢守时就将尸体丢到鬼山, 并放出鬼山有鬼的谣言。 这样一来, 就再也无人敢上鬼山, 自然也不会有人发现 藏在里面的秘密。 而且,鬼山那有银舌, 洗食人肉, 不过两天, 就能将尸体啃得干干净净, 只剩白骨, 所以即便有人误入鬼山, 看到了那些尸体, 也什么都不会发现。 从水库到铸壁, 从燕山到鬼山, 这一系列的事情, 苏清燃忍不住, 惊叹逢守时心思缜密。 不过在眼前的男人面前, 再精妙地布局, 也会无处遁形。 演完最后一具尸体后, 苏清燃静了手, 吩咐牙翼将棺木重新下葬。 然而就在落葬时, 原本焦阳似火的天空, 突然乌云翻滚, 雷声大作。 不好了, 要变天了, 我就说不能开关, 你们偏偏不信, 现在好了, 雷神生怒, 我们都要遭殃啊。 这可怎么办, 我还不想死。 几个百姓围在一起, 看着乌云滚滚的天空, 纷纷变了脸色, 惊恐不已。 荆州干旱, 已经两月没有下雨了, 现在黑云压城, 大雨欲来, 这是好事。 韩公子说得对, 下雨是好事, 是好事啊。 孙长率先反应了过来, 忙跪在了地上, 随即更多的人跪了下来, 一脸欣喜。 太好了, 下雨了, 我们的庄稼有救了。 君清涵朝他招招手。 过来。 啊? 苏清染狐疑地, 看了眼身后的男人。 要下雨了, 我们先回去。 君清涵不由分说地, 拉住了他的手。 走到村民身边, 他交代几句, 便先带着苏清染离开。 荆州的雨带着北方的粗犷, 说下就下, 瓢泼而来。 豆大的雨点砸下来, 带着丝丝凉意, 浸透肌肤。 君清涵皱了皱眉, 将身上的袍子退下, 包裹在苏清染身上, 然后一把将他抱起来。 君清涵, 你…… 他的动作太快, 苏清染顿时愣了下。 君清涵将苏清染身上的袍子裹了裹, 抱着他掠了出去。 冲破雨帘。 不过瞬间的功夫, 田间便阴晕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雾气弥漫, 笼罩四野。 大雨滂沱, 雷声轰隆, 天地变色。 这场雨下得酣畅淋漓, 雨水淋湿了脚下的土地, 也湿了君清涵的衣精。 苏清染被他用袍子整个包裹起来, 稳稳地靠在他的怀中, 看不到脚下的路, 却能感受到他的体温。 大雨越来越大, 在空旷的田间无处可避。 君清涵加快了速度, 没多久, 苏清染便感到了点点失意, 浸湿了衣服。 他抬手拉开了遮在脸上的袍子, 看向抱着他的男人。 即使君清涵此时已经浑身湿透, 雨水正顺着他的下巴鼓鼓而流, 苏清染却看不见丝毫的狼狈, 反而觉得越发的阴气逼人。 等到君清涵带着苏清染回到马车上时, 两个人已经全身湿透。 从君清涵怀中下来, 苏清染冷不丁地打了个喷嚏, 君清涵陡然皱了皱眉头。 赶紧将湿衣服脱了。 啊? 说了什么? 让我脱衣服? 你打算一直穿着湿衣服吗? 不然呢? 苏清染有些冷, 但是没办法, 他出门验尸, 根本没料到会下雨, 没有带多余的衣服。 君清涵眸光沉了沉, 一把扯开苏清染的腰带, 大手伸过去, 三下五除将他剥了个干净。 君清涵, 这混蛋, 谁让你脱我衣服的? 苏清染猝不及防地红了脸, 慌忙护住自己。 还有, 你的眼睛往哪儿看呢? 君清涵眸光轻轻一颤, 飞快地将他扔到软榻上, 用毯子裹了个严实。 本王没看? 你又不是瞎子, 我的衣服都扒了, 还说没看? 朝这边挪一点。 君清涵一边吩咐, 一边取过了金帕。 苏清染被包成了粽子, 吃力地朝男人身边拱了拱。 君清涵直接取下他头上竖发的发带, 将他湿漉漉的头发披散下来, 用帕子轻轻擦拭着。 苏清染心底顿时意软, 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你竟然也有这么细腻温柔的时候? 此时的他, 似乎就连脸上的铁面具都多了几分暖意。 苏清染正出神时, 不经意间, 发现这男人的耳珠似乎有些红得不自然。 倘淡寒网竟然这么纯情吗? 还会红耳朵? 君清涵, 你若是没看, 耳朵红什么? 本王没红。 睜眼说瞎话。 苏清染趁他不注意, 伸出小手摸了下他的耳珠。 还说没红? 揪本王的耳朵。 你好大的胆子。 刚摸了一下, 就直接被人抓住了小手。 君清涵声音微冷 看着那幽深的双眸 苏清染不禁咬唇 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 他说着就从男人手中挣脱小手 然而小手还没有挣脱出来 他身上裹着的毯子就先从身上滑落了 白皙的肌肤再次烫红了君清涵的耳朵 眸光落在苏清染胸前 顿时烧了起来 苏清染也因为这突如而来的事情愣住了 一时间似乎连空气都凝住了 只剩下马车外大雨淋漓 清晰的敲在耳畔 他看着君清涵双眸凝住的地方 瞬间反应过来慌忙扯好了毯子 还说没看 我是说我是个孩子吗 不是对我的身体没兴趣吗 那还看得眼睛发直 这次本王看了 一直回到直线县衙 苏清染脸上的飞色都没有退去 他瞪着君清涵 一副恨不得要挖他眼睛的模样 让君清涵轻轻勾起了嘴角 百里鹤比他们没有好到哪儿去 也被淋成了落汤鸡 他回到县衙 一边甩着身上的水字一边吐槽 一边吐槽 从没见过荆州这样的天气 不下雨就两个月不下 一下雨就是倾盆大雨 还一点没有征兆 君清涵一边煮着姜汤 一边瞧着狼狈的百里赫 小泽呢 他们被困在了宴上 百里赫说着 看着外面的大雨 这雨也不知道停 不知道他们今晚还能不能回来 你那边如何 意料之中 认识你这么久 不知道你还会煮姜汤啊 给谁的 韩清 君清涵没有理他 只专注着手中的事情 没想到咱们韩王也会疼人了 赶紧换衣服 吕一停便去自事府抓人 白里赫还想说些什么 就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喷嚏 忙对君清涵摆摆手 这雨太凉了 我先去换衣服 哦 对了 你的姜汤给我留一碗 君清涵煮好姜汤 盛了满满一碗 半点也没剩下 敲响了苏清涵的房门 苏清涵听到他的声音 想到马车上的一幕 一点都不想理睬 什么事 你就在外面说吧 我进来了 君清涵直接霸道地推开了房门 看着苏清涵懒洋洋地躺在榻上 将姜汤递过去 喝了它 苏清涵闻出了姜汤的味道 顿时皱起了眉头 我又没生病 喝它做什么 没生病也要喝 不想喝 君清涵沉了沉谋 将姜汤放在他身边 我在里面给你放了汤 你喜欢吗 心弦颤了颤 苏清涵到了嘴边的话 却一句也说不出了 抬手端起了姜汤 刚喝完姜汤 金风就匆忙赶了回来 柱子 出事了 冯刺时死了 刺时辅 君清涵走下马车 脸色是从未有过的凝重 百里赫已是一脸愁云密布 苏清涵忍不住叹了口气 哎 查了这么久的水库 终于将住甲壁岸 查了个水落石出 偏偏在抓人的时候 是人却死了 若是线索断在这里 那之前查的一切 都将全废了 苏清涵心情沉重地 走进了刺时府 大雨刚停 地面又湿又滑 他小心踩着湿漉漉的青石鹿 朝主院走去 希望 艳尸能够发现点 什么有用的线索 还未靠近院子 里面就传来 哭天枪地的悲戏声 老爷 你好断断的 怎么就死了 你让我以后 可怎么活 爹 你不要偷下孩子啊爹 君清涵皱了皱眉头 抬脚走了进去 苏清涵和百里赫 一左一右地跟着 房间 房间内冯夫人和冯坤 扑在榻前 一脸泪狠 看上去悲痛欲绝 管家走上前 小声提醒了一句 夫人 公子 大理思卿 慕容侯爷来了 正在抹眼泪 就对君清涵 心中有恨 现在更是恨不得 将人直接赶走 白里赫 做出这样胆大 做出这样胆大妄为的事情 铸造假逼这件事情已经证据确准 慕容侯爷 打算今日雨一停 就来缉拿冯次使 谁知大雨未停 就传出了冯次使的死讯 这未免也太过巧合了 什么巧合不巧合 我爹只是突然暴毙 跟你说的事情 没有半点关系 冯坤耿着脖子怒吼 白里赫还想说些什么 君清涵已经抬手制止 吩咐苏清涵 解释 铸造假逼一案 已经水落石出 冯坤不认也得认 没必要口舌之争 他们今日来的主要目的是 冯守时的死 看着苏清涵走上前 冯坤立即护住冯守时的尸身 你们想做什么 也是 我不允许你们 靠近我爹的遗体 冯坤死死地拦在踏前 冯夫人也起身护着 慕容侯爷 死者伟大 您就让先父安息吧 苏清涵抬眸看君清涵 这两个人拦着 他根本无法靠近 皇上口欲 阻拦本侯查案者 可先斩后奏 白里 是 白里鹤一把层腰间抽出长剑 直接架到了冯坤脖子上 冯公子 得罪了 慢着 冯夫人脸色顿时吓得苍白 慌忙制止 而一脸愤慨的冯坤 更是吓得脸色没有半分血色 正正地看着架在脖子上的冷剑 冯夫人眼尾一垂 热泪滚落 君清涵对苏清涵使了个眼色 苏清涵直接上前 开始检查冯首时的尸身 冯首时死了两个时辰左右 尸姜和尸斑逐渐开始出现 他身上穿着颈衣 死亡的时候 应该是在歇五觉 双目紧闭 眉头略皱 似乎还拢着一丝焦虑 死之前应该是在忧心铸造假币一案 所以连睡觉都不得放松吧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异常 说明在他死时是没有感觉到痛苦的 苏清涵从上到下检查 掀开眼皮 捏开嘴巴 甚至连手脚都仔细查看了一遍 然而却一无所获 所有的症状都在提醒他 这是猝死 可是他们都知道 冯首时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死了 怎么可能是猝死 看着他眉头越猝越深 君清涵走上前 可看出什么了 表面看不出什么 他的言下之意 便是他想PO一PO 看看里面能不能有所发现 但是他却没有直接提出来 因为他知道 眼前的冯夫人和冯昆 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更何况 若是他解剖之后 冯首时真是猝死 君清涵该如何收场 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现在他已经不知不觉地 为身边这个男人考虑了 君清涵看着他犹豫的毛子 沉吟片刻点头 PO吧 PO 冯夫人听到这句话 疑惑地看向二人 冯夫人 我想确定冯大人死因 只怕要解剖他的尸体 什么 解剖尸体 我不答应 先夫的遗体 绝不能解剖 慕容侯爷 我爹好歹是荆州刺事 你这样做不妥吧 慕容侯爷 你若是剖先夫的遗体 臣妇 这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只要我在 谁都不能剖 君清涵皱着眉 刚要开口 苏清涵已经对他摇了摇头 我先想一想 好 离开刺事府后 君清涵再次让京风留下监视 上次让他监视冯守时 然而冯守时 却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京风十分内疚 这一次保证再不出半点差错 回去的马车上 苏清涵一路闷闷的 苦思冥想 冯守时猝死这件事 却怎么都想不明白 方才 为何烂奔吧 其实可以验 验是可以验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验不出什么的话 你怎么向他们母子交代 反正冯刺史的尸身 过了头期才下葬 我先想想 倒是一旦验了 就要有结果 君清涵看着眉心紧锁的他 顿时眸光柔软 回到县衙 一时暮色四合 空气中泛着水汽 湿漉漉的 苏清涵的心情 就像此时的天空一般 阴沉沉的 十分沉重 晚上 他胡乱扒了几口饭 就回了房间 躺在榻上 想着缝守时的死 翻来覆去 没有睡意 他记得当初张山 也是周身无伤 死因不明 那时候他大胆猜测是 贴家关 可是现在的冯守时 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且不说冯守时腹部 没有出现肝脏情况 他身上也没有任何 挣扎的痕迹 除此之外 没有中毒症状 也没有半点伤痕 什么都没有 他死于梦中 无声无息 让人无法去怀疑 这是他上 在他法医生涯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 这种情况 一直到现在 他依然琢磨不透 他今日之所以 放弃了解剖 就是不敢确定 解剖后会有发现 所以他不敢去冒险 也不想让君清涵去冒险 他虽然是大理寺卿 也是天机阁阁主 但凡经守的案子 可以不报皇帝 有权自己决定 但是铸造假币一案 非同小可 冯守时更是参与 假币案的关键人物 他的死至关重要 与张山不同 当初张山遗体 被送入了大理寺 皇帝要求君清涵 查出死因 君清涵可以擅自处理 张山的尸身 这一次的冯守时 明显不一样 一旦解剖 若是能够发现线索还好 如果不能 即便是君清涵 都不能给冯夫人母子交代 更无法向皇帝交代 解剖不是儿戏 苏清涵暗了暗眉心 那里正突突的疼 再次翻来覆去 毫无睡意 他犹豫了下 起身去了隔壁 敲门进了君清涵的房间 就看见君清涵正握着书卷 靠在榻上 君清涵看着苏清涵身上的请衣 抬眸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问些事情 苏清涵说着走过去 君清涵从榻上坐起身子 给他腾出了地方 去里面 苏清涵汗手 直接翻身上榻 躺在男人里侧的时候 他突然愣了下 等等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上这个男人的榻上 这么清澈熟路的 瞧着他这熟人的 给我让出半张榻的模样 似乎已经对这种情况 习以为然了 我和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亲密了 苏清涵还没有深究这件事 就听见君清涵 富有磁性的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你想问什么 关于冯寿石的事情 你说 君清涵将手中握着的书 放在一边 认真听他说 苏清涵不经意间 掃见了书的封面 这就是安平王编撰的 验尸心得 你好端端的 怎么看起验尸的书来了 冯寿石的死因 关系到整个案子 我们务必早日查出死因 找出凶手 验尸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是我们大理寺的事情 君清涵能够看得出 苏清涵压力很大 从刺食府回来 就一直忧心忡忡 连晚饭都没有好好吃 苏清涵听得心力一振 看书居然是为了帮我 不过你又不懂验尸 就算看了验尸心得 也看不出什么吧 对于你们练武之人 能够做到杀人于无形吗 他验尸考虑的全是法医知识 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这里是武功内力 各种牛叉的古代 他想问题的方式 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 也就是说 也许杀害逢手时的是武功高强之人 所以他才看不出死因 自然可以 君清涵明白苏清涵想说什么 为他解释 内力可以击碎死者心肺 暗器也可以一击夺命 表面上可以完全看不出来 真正的高手杀人 可以做到不留痕迹 清风如何 武功精湛 既然凶手能在清风眼皮子底下杀人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武功 要在清风之上了 可以这么说 但整个东林 武功比清风高的并不多 不多 不代表没有 有了这个认之后 苏清涵很兴奋 总算是有点线索了 验尸心得里提到过这种杀人方法 君清涵说着 又翻开了手边放着的书卷 真的吗 苏清涵秋童亮晶晶的 抬眸看去 有些人经验在 他依然是愿意去学习的 君清涵汉手 将书递给了他 苏清涵翻开验尸心得后 微微有些震撼 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般 一开始 对于这个验尸连除臭都不了解的世界 他是拒绝的 所以对于验尸心得也是瞧不上的 但是 现在他却意识到了自己的高傲自大 这本书和他喜欢的《喜冤录》相比 都毫不逊色 最关键的是 这本书所涉及到的方法 完全是适用于这个世界的 他这一看就彻底停不下来 大雨过后的夜晚 泛着凉意 等到察觉到身上有些凉的时候 鼻子已经有些不舒服 抬手蹭了蹭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君清涵扫了眼他的模样 扯过被子 拢住他的小身板 抬脚出了房间 苏清涵看得认真 君清涵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根本没有发觉 等到听到脚步声的时候 就见君清涵端着一碗 热气腾腾的姜汤过来 过来 喝了它 怎么又喝姜汤 本王可不想带个冰秧子去查案 谁是冰秧子 你觉得呢 苏清涵张了张嘴 顿时哑口无言 上次他不过是泡了脏冷水 染了风寒不说 还直接昏迷了 对于这样一副娇滴滴的身体 他也很无奈 勉强将姜汤灌下去 一股辛辣味直冲嗓子眼 那种感觉 简直糟透了 将空碗递过去 他慢腾腾地往里挪了挪身子 继续翻看厌食心得 君清涵扫了眼 他入迷的模样 抬手将书收走 明天再看 今天不看完难受 本王要睡了 你睡你的 我又不妨碍你 苏清燃伸手去抢书 你我是睡一起的 什么意思 我看书有影响吗 本王要熄灯 再看一会儿 很快就能看完了 苏清燃这会儿正在信头上 没有半分睡意 君清涵将书直接扔到外面的桌上 顺手熄了灯 睡觉 陷入黑暗的苏清燃 十分不乐意地撇撇嘴 真是霸道 竟然直接用抢的 君清涵已经在他身边躺下了 从他这边扯走一半的被子 两个人就这么睡在了一个被窝里 因为刚刚喝了姜汤的缘故 苏清燃躺在被子里有些热 身上有些出汗 他下意识地就将身上的被子往下拉了拉 然而他刚扯下去不久 一双大手就为他重新扯好了被子 盖好 他有些闷得慌 再次扯了下 君清涵就又一次将被子拉好 顺带攥住了他不安分的小手 这女人难道不清楚自己身体情况吗 半点也不知道注意 然而苏清燃的确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他以前身体素质很好 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 根本不会去注意 就比如现在 照他以前 热了就直接将被子掀开 验尸心得没看完 吊得他难受不说 现在就连小手都被这男人禁锢得死死的 闷出了一身的汗 他有些烦躁地翻了身 谁知这一翻身 就直接翻进了男人的怀中 枕上他的手臂 靠上他的胸膛 而且苏清燃的鼻尖还贴上了君清函的 男人清浅的呼吸 没有丝毫预兆地打在了他的脸颊上 清凉的梨花香直接灿入了他的鼻息 在黑暗中 他顿时睁大了眼睛 随即飞快地转过了身去 然而没多久 他就发现身侧的男人朝他靠了过来 苏清燃皱眉 不动声色地往里挪了挪身子 很快他就发现 只要他往里挪过去一点 君清涵就跟过来一点 最后直接将他堵死在了墙根 最过分的是 君清涵还将被子死死地捂在了他身上 要多严实有多严实 很快 苏清燃的小脸就憋得红红的 额头上浸出了细汗 君清涵 我热 你离我远一点 刚好 未往有些了 君清涵的大手绕过他的柳腰 然后抓住他的双手紧紧地不许他动 苏清燃有些恼怒 这种被人禁锢的感觉很不舒服 他急着挣脱 然而越着急 脑门的汗就越多 气闷闷地咬了唇 苏清燃抬腿朝男人最脆弱的地方踢了过去 这可是你逼我的 对于他的小动作 君清涵似乎早有防备一般 直接将他的小腿夹在了双腿中 这一次 苏清燃整个身子都被锁住 根本动弹不得 君清涵 你放开我 这哪是睡觉 分明就是囚禁 快睡 你先放开我 我这样怎么睡 苏清燃感觉越来越热了 君清涵没有回答 只有均匀的呼吸声在耳边传来 君清涵 说了话 你也能睡着 这一次 这一次身边依旧没有半点回应 只剩四周一片寂静 君清涵 接连唤了几声 君清涵都没有理睬 苏清燃索性直接在他怀中扭动身子 挣扎不满 很快 他就发现自己这个行为 很蠢 这么做指挥越来越热 因为他根本正脱不开 苏清燃逐渐安分了下来 老老实实地靠着君清涵的胸膛 等到他脑门的密汗下去后 他突然发现身后的男人似乎有些热 第二日 苏清燃将验尸心得翻完 发现有一种死因特别符合缝守时 他拿着书兴冲冲地进了君清涵的房间 显然已经将昨晚对他的怨怼抛到了脑后 君清涵扫了一眼 眸光威劣 如果是暗器的话 倒是有可能 你打算抛尸了 嗯 我有把握 好 那咱们什么时候去 苏清燃有些急气 毕竟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尸体腐败会加快 就今天 我去叫百里 君清涵说着往外走 直接撞上形色匆匆的百里鹤 皇上传来急诏 帝都出事了 让我们即刻回去 我们现在回去 假边暗不查了 你先留在荆州 因为是急诏 苏清燃的小身板根本吃不消 君清涵没打算带他 我留下验尸吗 君清涵担心苏清燃一个人 搞不定那对难缠的母子 我会尽快回来 等我回来再掩饰 希望等到你回来 冯守时的尸体还能坚持住 不过这么急着找你回去 到底是什么事情 嗯 君清涵和百里鹤走后 苏清燃反复将验尸心得琢磨一遍 并且在一旁做了批柱 加了一些他的想法 现代的法医知识 他在县衙闲室的生活 被打破是在两日后 当时他做批柱正做的兴奋 从肖泽那里传来消息 王佐来荆州赞代荆州刺史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王佐是带着刑部的武座来的 那个刑部的武座到了刺史府 先给冯守时验了诗 确定猝死无疑 然后冯夫人和冯坤就决定 将冯守时诗生火葬 以便带着他的骨灰回老家安葬 苏清燃顿时坐不住了 他们要将人烧了 他还怎么验 他还有些好奇 忍不住问萧泽 不都是土葬吗 冯夫人怎么会将冯大人火葬 不是讲究死者为大吗 连剖都不让我剖 竟然会火葬 听说冯大人一加速来信佛 所以选择了佛家的火葬 哼 像冯守时那样为了思域残害 那么多条生命的人 就是佛法无边 也普渡不了他好吗 他听到这个消息 再也坐不住 向萧泽借了牙翼 直接雄啾啾气昂昂的 去了刺史府 等他赶到的时候 冯夫人和冯坤正哭哭啼啼的 准备点火 苏青远神色异景立即冲过去 慢着 气势凛冽的一句话 顿时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大家纷纷朝他看了过来 听到他的声音 王左率先眯了眯眼睛 打量而来 这个时候 韩公子怎么来了 苏青远淡淡扫了一眼 没有回答 竟只走到冯守时的尸体旁 冯大人的尸体还不能烧 你又来做什么 苏青远转过身 定定地看着众人 我要验尸 不是验过了吗 怎么还要验 王左闻言 走上前 韩公子 你验过了 我刑部的武座也验过了 冯大人是猝死 今日冯大人和冯公子 选好了黄道吉日火葬 还请你不要误了时辰 冯大人不是猝死 不可能 我已经验过了 冯大人就是猝死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王左身边响起 苏青远循着声音看去 这才注意到 这个头发灰白的老人 不是猝死 你这黄毛小儿 口口声声说冯大人不是猝死 你可有证据 老头神色高傲 声音透着不悦 为一个他完全不放在眼里的小毛孩子 质疑验尸结果 这是对他的羞辱 你想要证据 我就剖诗 给你找证据 什么 你还想剖诗 对 剖诗 冯夫人看着他 眼底多了分厌恶 韩公子 我那日就已经说过了 我不会答应剖诗的 如果我非要剖呢 苏青远态度强硬 他必须要在他们活葬之前 解剖冯首时的诗身 在君亲寒不在的节骨眼上 他必须独当一面 只要我还活着 谁都别想动千夫的遗体 你若是敢剖诗 我这就死给你看 冯夫人 看着苏青远皱眉 他以为自己这招很管用 当即扑在地上 哭喊不休 还求王大人 给臣妇做主 韩公子 要逼死人了 冯夫人 你先起来 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我死都不会同意碰尸的 你若是再逼我 我就死在你面前 同你杀人 苏青远看着冯夫人 一副撒泼形象 眉头越粗越深 直接吩咐身后的牙齐 来人 将冯夫人看好 对于这位不讲道理 也不听道理的泼妇 只能来应的 很快就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牙齐 上前将冯夫人 从地上提了起来 拽住 冯昆看着这一幕 眼底露出恨意 狠狠地瞪着苏青远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武作 有什么资格动我娘 又有什么资格 糟蹋我爹的遗体 王左看戏一般 盯着眼前这一幕 看到苏青远动用了牙齐 皱了皱眉 韩公子 虽说皇上封你为七品五座 但是冯大人 好歹是从四品 你确实是没资格 如此对待冯夫人 更没有资格解剖冯大人 你这是打算 以下犯上吗 自从上次来荆州 因为苏青远遇刺客一事 王左在军亲寒面前 卑躬又屈膝 净失了颜面 他就对军亲寒和苏青远 心有怨对 之后在集贯宴上 苏青远将他儿子 揍得在榻上躺了七八天 而军亲寒又将他们父子 灰溜溜地赶出府 让他受尽了笑话 他现在对二人自然怨对更深 现在有机会对苏青远使绊子 他自然乐得推一把 听说见圣旨如见皇上 若是我没有资格吗 那皇上有资格吗 苏青远说着 从怀中取出一卷明皇 这是新帝上次赏给他的无字圣旨 他出门前特意戴在了身上 现在果然用上了 看到他手中的东西 不止冯夫人和冯坤惊住了 就连王左都是一脸惊骇 他死死盯着那卷明皇 似乎要瞧出真假一般 然而他看了半上 始终没有开口 因为他认得这圣旨是真的 不过一个小小的武座 哪来的圣旨啊 王左思索着 很快就笃定这道圣旨 一定是慕容彻留下的 见圣旨便犹如皇上清明 他不敢逾越 虽然心有不甘 却没有办法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他措手不及 一时想不出对策 被眼前这个小武座踩着 是他最不愿意的 苏青远满意情了此且笑 我要验尸 冯夫人和冯坤一脸不怨 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怨恨 恨不得要在他脸上戳出几个血洞一般 王左不动声色地打量他一眼 巧声对身边的老头开口 这位陈老爷子是刑部最年长 也是资历最高的武座 验尸几乎没有出过错 很受人尊敬 所以脾气已傲了些 的确他有这个傲娇的资本 听到他信誓旦旦保证 王左心里坚定了几分 再次看向苏青远 眼底便多了一抹阴痕 韩公子 你可知在我东林 自从安平王后 一般都不会剖尸的 啊 这个老狐狸 想卖什么官子 抛尸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更别说被你抛的 还是朝廷命官了 王大人有话直说 刑部规定 武座但凡验错 造成冤案 是要被处罚的 轻则服老语 重则处死 你说 若是你解剖之后 验错了 应当如何呀 苏青远嗅到一丝阴谋的味道 顿时眯了眯眼睛 王大人 我似乎没有必要 向你交代吧 韩青 本官是奉皇上之命 协助慕容小侯爷 调查冯大人之死 现在慕容小侯爷不在 你一个欺贫武座 不向本官交代 向谁交代啊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我虽然是七品小武座 但也是大理寺的武座 和刑部还真没什么关系 他压根不理睬 直接吩咐牙翼 却将冯大人的尸身抬过来 我现在要解剖 韩青 你不要不识抬举 一个小小七品武座 凭啥将我不放在眼里 但我说话是放屁吗 王左见苏清染不将他放在眼里 鼻子都给气歪了 苏清染依然没有理 此时他正不紧不慢地 取出解剖工具 点燃造脚仓鼠 戴上白布手套 王左见此 顿时觉得脸上的面子挂不住 气得脸色铁青铁青的 阴沉着脸看向冯夫人母子 冯大人到底是朝廷命官 死后真是凄惨啊 这一句话 顿时将冯昆心底的怨愤激发了出来 他突然冲出来 王大人说得不错 我爹是朝廷命官 不能剖 我不答应 苏清染略略皱眉 看着王左对两侧吩咐 谁要阻止我解剖尸体 你们都给我拦下 该动手就动手 王左脸色顿时一致 气呼呼地服了衣袖 韩清手中有圣旨 他暂且忍着 看着苏清染手中明晃晃的解剖刀 陈武作顿时眯了眯眼睛 若是他记得不错的话 这把解剖刀是安平王当年用过的 没想到时隔多年 还能看到这把解剖刀 还能看到有人拿着它剖尸 只是这个不大的奶娃娃 真会剖尸吗 武作这一行最讲究经验资历 尤其是剖尸 之所以安平王后 没人再去剖尸 主要还是他们不会剖 剖了也验不出什么 就是当年的安平王 也是积累了多年经验 才敢动刀解剖 那时他都年近三十岁了 而眼前这个少年 不过十五六岁 脸上稚气未脱 他哪来的经验 陈武作摇摇头 很不看好 对于这些年轻小辈 他几乎没有能看上眼的 他一向认为 只有验个十年时 才算是真正入门 他眼底的不屑 还没有来得及掠过 就看见苏清燃 握着手中的解剖刀 似脖梗 一字向下 划开了缝首时的尸身 他的动作如流水般 一气呵成 毫不脱泥带水 不仅如此 他手下的刀口 起整 干脸 带着一丝不苟 陈武作看到这里 已经震惊地 睁大了眼睛 他竟然在 苏清燃解剖尸体的动作上 看到了娴熟